雖然今天時間有點比較晚 那不過還是開放機會給大家要交流或是問 大家好 其實我是要稍微做一點小補充 第一個是有關台灣的去參與中華民國憲法問題 因為其實中華民國他在1945年中戰之後 10月25號然後中華民國他就講戒指就講說 台灣人民會是中華民國國籍 然後他在1946年1月的時候 他的行政院就發揮一個行政令 然後就賦予全台皇所有人民 就是中華民國國籍這樣 所以在那個時候台灣台皇地區的人民 其實是有雙重國籍的 就是同時有日本國籍也有那個中華民國國籍 但是中華民國國籍 中華民國做這件事情呢 其實美國和英國是很不爽的 所以他們是有表示反對 那這在國際法上其實也不合理的 所以其實他這個時候他給的那個中華民國國籍 其實應該是無效的 然後再來是有關那個修憲的問題 其實修憲的話像中華民國的憲法 他是以真修條文的方式來改變的嘛 所以好像看著你 那假如是那種服貼這樣 可是其實這個用服貼的這種方式 其實並不表示說那個是有問題 因為美國的憲法 他也是以真修條文的形式來修改 所以其實嚴格講起來就是 憲法的修憲的方式呢 中華民國憲法的修憲方式 其實並不表示說他自己本身 搞定這個憲法是有問題 修憲是有問題的 再來另外一個就是有關那個安寅會 就是剛才提到做一個討論過台灣跟 就是台灣問題的 那個時候林安寅會 那時候其實他們討論是 要把台灣要交由聯合國託法 那個時候反正要討論那個是真的 可是問題大家要注意 那個時候中華民國 他是安寅會成員之一 所以就不用講啊 所以那個時候之所以會被打掉 是因為中華民國他在裡面 他自己是安寅會成員 所以他根本就有 這個東西不用他 那因為那個時候美國 他也支持中華民國 所以在那個時候就是 美國跟中華民國全國 就搭在一起 所以後來這個東西就 就沒有結論這樣子 對 有些問題 年紀大了 我有點忘記了 那個 有 補中的補中 好 那個 嗯 我知道有國際會戶的這個事情 可是問題是 作为一个军事总督 他有没有权利总督的 对对对不起 第二个 他用了一个建招 国际法里面叫做一个配对 叫做上司国际 上司跟回复还是恢复 我不知道 我记住 恢复 假设是恢复 结果他用的是恢复 如果你去查那个字的话 就说他不是用国际法上的上司 他虽然讲说是因为你上司了 所以我要回复 假设是这样的 可是这一套 可是他用的是另外一个字 叫恢复 藏民法 所以那个是自一而为 非法律 非法律 就是说 因为其实这个跟中华民国 他在讲那个台湾人民的那个国家 那个国籍的关系是真的有关 因为他那个时候在那个 就是他那个不是常常在讲就是 他在那个不管是就天三合约也好 或者是之后在开罗会也好 他里面都有提到就是什么开罗宣言啊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另外就是开罗宣言 然后大家就一直一起就点忘了 就是就那时候 然后因为在台湾德约里面呢 里面有提到就是说在1941年以前 中国跟日本所签的那一个相关的那些 乔约全部都失效 都失效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说 他那时候再往回拉就是说 因为失效了 所以呢 因为在1941年以前都失效了 所以就是包含马关桥也失效了 所以那时候马关桥也失效了 那当然就是台湾从来就没有尖锅让有日本过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台湾人民就恢复中华民国国籍 所以他那时候的论述是这样 那另外有一个麻烦点就是说 因为日本他在1952年 1952年他在1月的时候 二月的时候 那个时候因为台湾 因为已经在中华民国的 中华民国那种军政府的管理之下 所以在那个时候日本法院他自己下了 他下一个判决他讲说 其实这是法院自己的解释 就是说他都认为说这个台湾的主权 可以解释为已经从日本的 就是移转给中华民国 所以在那个时候法院他就下一个决定 就是说台湾跟澎湖的人民的日本国籍呢 在这个时候呢 应该视为就是已经消灭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也就是台湾人民 台湾地区的人民他们的日本国的国籍呢 其实在1952年的时候才消失了 那我刚才想要一个用 就金山合约是在1951年的时候签的 可是他是在1952年的4月28号生效 那1952年4月28号生效 那台北合约也是在19 也是同一天签 不过台北合约他是在过了三个月之后 他才就是台湾中华民国跟日本他才换文 所以换文之后台北合约才生效 所以实际上这一张合约是1952年的4月28号生效 然后台北合约是在过了三个月之后才生效 可以忘记你的题目啦 刚刚讲喔 在台北合约里面有第十条 台湾人民及他的小孩指示 事为包括 事为包括 反过来 中华民国国民事为包括台湾人以及他的指示 在台北合约 1952年4月28号签了台北合约 所以到那个时候日本南才 日本政府才把台湾人的国籍放弃掉 到8月3号有几号才生效 对不对 所以 法院就已经下了一个盘期间 那其实是有一个 国籍 国籍要放弃是要行政当局要 但是其实没有去的那个时候 因为我实在是这样 为中华民国的国使馆 他们肯定正在台湾的这个地方 所以所以有些人就 这个桌底下拿到一张纸就拿出来了 所以大的那个东西是 对我知道 我知道你的那个东西 那我就说 顺便把这个文字讲出来 大的拿出来比小的拿七八张都有用 所以基本上是这样 那就是台北合约才把 才把台湾人的国籍 台湾人跟日本国籍割给 中华民国国籍 那么之前的所谓的割的那个都是 都是不合法 另外 不能让你讲太多 我要讲等一下会忘记 你刚刚讲宪法 就是说修服帖的那个东西 美国也是这样做 对有可能是参考对方 可是中华民国宪法 那个时候已经有效 被修改很几次 他也被僵尸了 所以我想说说 如果那个时候还可以作为的话 就实质上的台湾基本法 由台湾人民在 用美国宪法的方式 在修中华民国 这是我可以来解释 要不然你怎么去解释一个 修一个已经失效的东西 不是 我可能要讲一下就是 因为刚才前面有提到一个 谈和李宗仁的那个动作 其实谈和李宗仁的那个动作 在法律上的效果就是 他那一个是他的法定之前 所以在那个时候 当那个李宗仁的那个断掉之后 其实 那个选利就已经回到 那个政府身上 因为其实在那个时候 他今天把那个李宗仁的職 弄掉之后 总统就消失了 那消失之后 这一个政府 比如这个时候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 其实他的那个宗仁 就那个时候就已经不是李宗仁 东西就回来 所以在那个时候 就权力链来讲的话 把法律效果上 那个时候中华民国自己本身 他的 就是说他的有关的 他自己本身 他的宗仁的权力 其实已经回归到他的生 对 所以我在讲 回归他本身 没有回归的奖介石 回归到他本身 怎么是回归奖介石 回归到他本身 之后 接下来他们不是 对对对对 我知道 所以才会 因此命在重新在台湾建议ROC 建议发牌 这个是我们在讲同样一些事情 对不对 他们的确很努力的在建议 能用的狗皮腰膏 全部都在铁 是不是这个样子 我叫你回来 你不回来 我就弹劾你 我就怎么样怎么样 都要做这个事情 务必在那个国民大会 就那一年 又开始谈 国民大会要选总统 之前先把你弄无效调 他努力在贴要高就是 可是还是一件事情 你把总统权力让给李中人 李中人没有让回给你 即使李中人没有注销掉 回到这个政府 并不表示回到蒋介石身上 蒋介石 另一个方面 蒋介石从头到尾都是台湾战米区的 合法的军事材料 对不对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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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跟你辨 就是说把这个东西弄好 就是说 它有一个层次 对 这个药膏是贴在这个桌角 还是贴在抽屉上 还是贴在桌面 桌面这个最大 桌角那个最小 那有些药膏 那这就知道 我们就知道说 1959一直到54年之间 他们拼命贴在桌上 对不对 包括对外 是找人家来签约 就很承认我这个 这个 这个是一个 是个人 然后在对内人家贴在桌上 你人这边还留脑木有什么 不行 要把它贴起来 那这样就很像 对 虽然全部都是果沙发很像木乃伊 可是他像个人形 圆如芳子 对不对 我只是 他们其实还奴隶 连浪法也很不容易 浪法真的很不容易 这个最后跟我朋友不一样 我就真的很不容易 大家分享一下 我想请问一下 刚才一开始 在讲到主权 开始主权 发生的时候 在讲到VOC 然后说 这个之后 才会再谈 一个公司如何可以拥有主权 对 那 跟这个有关的是 他的 呃 在那个同时 我记得好像有一些 地区是被 看你下来的 那 呃 我们在认定的时候 怎么认定 VOC 你之所以可以跟人家签 去找过这个东西 他荷蘭 那你比较好 因为叫做 东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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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是联合 所以不是荷蘭东鹿公司 是联合东鹿公司 他之所以用联合 是因为 当时的荷蘭 是一个七省联合 他不是荷蘭王国 他不是kingdom 他是七省联合 那时候好像跟法国 还是什么东西 有点 反正是七省联合 总之是他的授权 細部我不清楚 但是VOC有得到他的授权 你可以去做什么事情 同样的东西 我也去超过泰里的航海之旗 我不是念英文的 我念日文的 我最想知道的事情是 派里有什么权利跟人家签条约吗 结果有 他从纽约出发的时候 他有带了美国总统的委任状 你可以去打仗 你可以去外交签约 包括签约这些事情 所以他跑过来这边跟冲绳王国 跟日本帝国 日本 德川慕签约 这些东西都是代表美国的国家来签约 所以是国家成本的 实际上有受求 所以你还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小动作 2008 王先生当总统 好像一两次没有 后来有一次是连战还是什么 要去北京的样子 结果他咚咚咚咚咚 跑到机场来给了一个授权书 有一个小动作 他还去查一下 马英丸他给了授权书 表示说我陪你打 这个东西 所以他们念法律的人知道 那条授权的线是很重要的 有那条线是我在你上面 或者是我在你下面 或者是你是不是合法 就跟着利亚轻 有没有中断而来 结果他告诉我们 中断没关系 什么 这个叫骗子 老师好 那个我有三个问题想要提交 不能逃了 逃我的机会 哪比他要逃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假如说要修改台湾的线法 就是说推翻现在中华民国的线法 觉得要花多久的时间 然后不管是推翻还是修订 那要怎么做 然后要花多久的时间 然后第三个是 就是我有听过一个说法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犯同 就是听说如果说有外星人的出现的时候 然后整个地球就会团结一致 因为当民主国家的概念 兴起的时候也是一战后期拿到二战 然后可是这是就是你为了理喻外皮 所以大家心情形成民主国家 可是如果现在有可能第三次大战或什么时候 就是外星人出现 然后整个地球就会变成 一整个团结的大家园 然后我们就变成 我们就不但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的身份 然后就变成地球人 然后我们就会一起整个资源 然后我们就会一起整个资源 就变成 然后来跟外星人一起整 所以你跟这个看完了 就这才有关系 谢谢 大致上台湾是一个自治的状态 你要讲他独立 妈妈 所以你讲 与其讲独立 他就是独立自治的状态 或许是你自己正在主权的状态 没有啦 主权还在奋斗当中 就从哪里再抢回来 主权不是 不是 我在那个 那个战宇流 那本书里面讲的太 那个时候不懂 还不太懂 我很高兴我继续成长 就说 走群在美国人手上 这件事情不对 不能这样讲 是说你要讲说托杆也可以 或者是托管 主权被他托管住 抓住了 虽然你可以这样运作 可是真正最后的那个政治的权利 他那钥匙还在他手上 钥匙在手上 或许大家都有那个主权 其他权 可是那个钥匙要 通关密码在他手上 应该是这样子了解 那 这第二个是什么 就是 就是我要做一般收好 所以你很急切 刚刚讲就是说急切 就是这种东西叫急切 不知道了 那个 艾尔兰 艾尔苏克兰还在奉托当中 艾尔兰七百年 你听到这样 你应该 你应该做何打算 我不是在 我不是在用譏諷的口语在讲话 当你知道说 全世界的独立都要五六百年 或三四百年 而我们可能还要三四百年的时候 你要做何打算 我求你 老师有没有建议 我没有建议 可是我继续练 我继续把这个事情搞清楚 好 再来就是艾尔兰看太多了 好 那个 因为今天时间比较晚 那最后一位 我们还是让你表达一下 就是请 请一遍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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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的看法是事情是有它的先後優先的 其實我最近也才比較注意到這個事情 到底二次大戰結束的時候是什麼狀況 其實我覺得應該大家要去了解的一個事情 再根據這個事實去了解整個事情 然後怎麼做或是要主張自憲的建國 這個其實都是未來的事情 但是當初發生什麼事情應該是一個真實的狀況 我覺得是要根據這個真實的狀況來瞭解的事情 不要說被很多的教育或是思想或是一些故事來拉著走 爭議於那些比較肢節的事情 像剛剛講的一些所謂的那個中華國內的一些事情 我覺得是一些比較肢節的一件事 真正的老大哥或是真正的二次大戰怎麼樣結束 我的了解是可能就是當初是美國或是一些主要的國家 他有軍事力量把戰爭結束 那這個當初誰有這個決定的權利 我想這個歷史跟事實上其實都有一般的會怎麼樣發生 其實還是回歸到現實的意思 對 所以要了解真相很重要 可是它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真相可能是 我不用簡單的意思 二次大戰有一堆群架中間有一個老大哥 事後證明沒有這個老大哥的話 這隊人可能打不贏不一定 但是可能至少打得非常辛苦 大概兩敗群上 那有一個老大哥弄完了之後就打贏了 打贏了之後大家都說 喔感謝老大哥 然後就開始 但是不是只有老大哥就能打贏 他還有幾個小弟 中美英書 發比較奇怪一點 中美英書 所以有關於台灣的這個東西 如果再抓回去的話 出不定 這四個都有權利 不要忘記英啊 蘇對於太平洋戰爭 戰功可以說是零 太平洋戰爭戰功 中美英 中美英 所以這個東西它的真相是 你也沒有辦法把中國完全開心掉 不對 不是這樣子 但是美國是董事長 是老大哥 那台灣人在中間要扮演一個角色 台灣並不是這個大國在桌上玩的一個起始 不是 根據那個人權等等 台灣人有一個主張 我主張 好不好 我主張 根據真相的一個主張 變成一個至少是一個 大國弄出來的 我很不滿意的一個否決權的力量 當然可以否決啊 你如果台灣人不接這個安排的時候 任何一個人 假設都外部的來管都很難管 這個對他們也頭痛 所以台灣人能夠接受的大國決定 這才是一個最好的決定 什麼時候會出現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現在中國又搶起來了 我不知道 但是 也有中國也有在搶搶到半天再跑下去 也有這種 也有這種 我不知道 這是外的 可是當外部不定的時候 當事事一直在變的時候 我們要活在當下 剛剛有一個活在當下 當下 並不是不看過去叫做當下 不看未來叫做當下 不是 它只是 只是你能夠做的就是當下 那我現在能做什麼 你們現在能做什麼 我比較對這個有興趣 我把這個做一做做 想一想想 然後做一個powerful 就告訴你們 你們如果有什麼 自己小小的能力 就在身邊 就在當下去做 等到可以決定的來 我們拿出一個相對的 一個方案出來 這是我們可以做的 現在就可以做 不是要等到 別人 別天 未來的某一天才做 也不是說 呼籲別人去做 大家站住 大家站住 自己不敢 就叫別人站住 不是這樣 這樣子 所以一次回答好幾位 謝謝 謝謝 那個今天很感謝大家 就是在這邊 時間也比較晚了 那我想 尹晨大哥 剛剛最後這個結論很好 其實 其實 了解 就是分析清楚說 這個事情的來龍去脈 那最重要 我們還是要先回歸到說 我們現在可以做什麼 我們現在可以把握什麼 我們可以努力的 我們也要好好去努力 那今天再次感謝大家的參與 下個禮拜 我們那個 最近有一個時事 就是那個原住民 為了保護他的生態 不行 他就是動用他們的這種 槍支武器 那下禮拜我們要來談 跟這方面有關 有關於這個原住民組 他們自製的話題 那希望大家時間上方便的話 下禮拜同一時間 在關於這邊參與我們這個報告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